泡泡实验室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啦 泡泡实验室里又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好玩 阿尔法丹 我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 你看 阿尔法丹 这个可是绿帕帕送给小咕咚的 看好了 是不是很好玩 阿尔法丹 这样吧 知道点博士不在 我就把这个放到这儿 然后给他一个惊喜 要保密 走啦 怎么不稳 终于好了 太棒了 阿尔法丹 咕咕咕咕咕 知道点博士你回来了 小咕咚 你好 你没有发现有什么惊喜吗 惊喜 是你给我准备了惊喜 刚才小咕咚就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呀 我把箱子放下去 慢一点 知道点博士 小咕咕咚 好 来 变成这样了 对不起 那坏了 不行 小咕咚 小咕咚 小咕咚要哭了 小咕咚 小咕咚 对不起 我来想想办法 我想想办法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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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咕咚说的玩具就是和谈力有关 和谈力有关 我有办法了 小咕咚 我们去泡泡实验室 找绿泡泡 我们一起重新做一个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去 我们欢迎你 快快来这里 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啦啦啦啦小朋友们欢迎你 小嘉宾水艺左今年六岁 小嘉宾水艺右今年六岁 小嘉宾宁小宁今年八岁 小嘉宾张恩宇今年七岁 好小朋友们来到泡泡实验室 的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弹 独家冠名播出 呜 吕泡泡 我不小心把小咕咚的玩具给弄坏了 你能不能帮我重新做一个 小朋友们愿意帮助知道点博士吗 可以帮帮我吗 愿意吗 愿意 太好了 今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都是非常热心的 小朋友 那我们接下来帮你做一个弹力小炮筒 怎么样 弹力小炮筒 既然这个小炮筒的名字叫弹力小炮筒 首先它要有什么 有弹力 有弹力 哪个小朋友能告诉我什么叫弹力呢 要是有弹力的话 它是可以拉上去 然后还可以缩回来的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其实我再帮助它说得完整一点 就是比如说找一样东西 这个是什么呀 气球 气球 我们使劲地拉它的形状变了吗 对变了 变了 而且变得很明显吗 明显 那我在松手的时候它又怎么样了 弹回去 变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其实这个就叫弹力 你看我们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有很多的东西 不如接下来我们就挨个的来试一下 哪些东西是有弹力的 好吗 好的 来 你面前的几样东西 首先这个是塑料袋 来啦 没有 没有 你觉得它没有 好 还有这个是袜子 看一下它有吗 有没有变形 有 然后一松手呢 变回去了 对 它有弹力吗 有 气球和袜子 谁的弹力更大一点呢 气球 气球的弹力更大 所以说如果我们制作这个弹力小炮筒的话 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种材料 我会选择气球 好的 气球 来 小宁同学 你面前的有几样东西 首先这个是可弯曲的吸管 变形了吗 没有 变形了 变形了 但是你松开手 它自己塑回去了吗 没有 那说明它有弹力吗 没有 没有 好 一根绳子 使劲拉 有变化吗 没有 更没有 更没有 那最后来看看皮筋 有 让你制作这个弹力小炮筒 你选择的材料是 皮筋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教大家制作一个弹力小炮筒 当然了就用小朋友刚才选择的这几种材料 太棒了 好 绿泡泡 要不我就用气球来和蓝队的小朋友做一个弹力小炮筒吧 好的 没问题 那我们这边呢就来用皮筋来做啊 嗯 好的 好 首先我们拿出一根皮筋 从这个其中的一个洞里面穿过去 然后呢打一个截 就固定在这里了 然后呢找到它对面的这个孔啊 再穿过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按照同样的方法 我们再来固定两根皮筋 然后呢最后一步 把绳子绑在上面 来我们看看知道点博士这边的气球 小炮筒啊 哈哈 没问题 把双面胶像这样撕开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个气球 然后把它的这里剪下来 哎 是一个好方法啊 嗯 把它套在这个直卷筒上 就可以了 好 好 像这样完成 太棒了 好 看看我们的小朋友做的怎么样了 看看 粘上了吗 好 然后把它打开啊 套上去 好了 好 小朋友的也已经做好了 那一会儿不如我们来一场比赛好不好 好 太好了 不过比赛之前呢 让我们大家一起大声的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来说 科学泡泡 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妙 欢迎回来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幕进口儿童牛奶 刚才我说了 我们要在现场来一场比赛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看到了吗 现在杯子已经摆好了 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太棒了 首先我们俩来做示范 好的地方 还记得吗 我这个是用皮筋 还有绳子辅助做成的这个弹力小炮筒 看看它究竟有多大的弹力呢 3 2 1 郑重把息 对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些没有捣的 看看能不能在知道点博士的努力下 把它们全部给打倒 你怎么对上面的 也不错 打倒了两个 其实第一个打的比较容易一些 看来还是很有效果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我们的四位小朋友 每个人有三次机会 看看谁能够把面前的这个纸杯 更多的把它打倒 太棒了 来 还有两次机会 没有对准没关系 最后这个我建议对下面 好 小宁 现在该你了 你的成绩怎么样 好 先打倒了两个 好的 最后剩的这个造型还挺有意思 看一看它会选择 往哪打呢 好 好 好 现在干我们的蓝队了 来 加油 使劲 加油 好 打倒了三个 好 走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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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对面的去吗 打你前面的小朋友 打你顺利的 真诚打对面的了 放低一点 别太高了 太高了 太高了 别太高了 别太高了 好 谢谢 这时候和老师玩的拉力戏 就是和弹力有关 好了 知道点不是要去找其他和弹力有关的游戏了 我们一会儿见 噼啵啵啵啵 果果小朋友你好 你在干嘛 我在看书 你刚才坐在这里 一动一动的 是不是很舒服呀 对呀 嗯 我们坐的这个沙发 也有弹力哦 又找到一个 现在 让我继续去找 跟弹力有关的东西吧 噢 再见 果果小朋友 我们一会儿见好吗 拜拜 拜拜 我出发了 噢 噼啵啵啵 小鹤小朋友 你好啊 你好 你在玩什么呀 我要玩蹦床 噢 他在玩蹦床 玩得很开心 噢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让我来考考你们 小鹤小朋友玩的蹦床也是和 和弹力有关 哦 答对了 你们真是太聪明了 怎么样 我知道点博士 还是知道一点点的 今天呢 我们和小鹤们一起了解了弹力 还帮助知道点博士制作了弹力小炮筒 还玩了好玩的科学游戏 我们现场的小朋友表现得很棒 他们都将获得我们栏目提供的奖品 本栏目奖品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弹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姆牛奶提供 小朋友小朋友米最棒